接手东风转运任务的 只有王显明 齐鹏等人 三三四旅在洞库扑空 只能把注意力放在 185H导弹发射车上 欧阳俊 易子莫 和林安邦查学异样 虽然叛名养席规则 但也接连背负 至于我们沿途遇见的所有特情 都只不过是安雷里长设计好的环节 而不是出于倒调组的科目 我在返回战刃连途中遭到伏击 一直以为时间过去了一天 其实是手表被调快了 从那时起 我开始一步步 调入安雷旅长设计好的各个陷阱 逻辑整容极其真实 几乎毫无破绽 就是为了让我误以为 我们已经潜出到境外莫过 实际我们现在所在地点 就是距离待机库 不到一百公里的四九三号高地 也就是六TL3信号塔的覆盖区域 你们希望用岳父训练 撬开我们的嘴 是在选择最可靠的人 秦英章 我说得没错吧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终于结束了 夏拙 你 继续说 我还想知道 你是怎么搞清楚的 我还特意戒掉了几个少数民族战士 都没有骗过你 难道不逼真吗 好 毕章 逼真 当他们用枪指着我头的时候 我真的相信 后来又不信了 这小子太贼 云长 这不叫贼 这叫有经验 我也算是个老兵了吗 没错 是一个超级大脑的老兵 旅长 其实你们最大的破绽 就是让欧阳俊进来 洞六洞任务 欧阳俊才是指挥官 你们把他抓了 问我导弹在哪儿 不过欧阳俊 被踹下悬崖的那一刻 我真的是相信了 吓死我了 齐警长 不过好在之前 我用超音频 给发射车连续过 我还是坚信我的判断 白秘书 你竟然会用超频 夏拙 我的标准中呢 你就是一只毒枪 怎么 没有弄疼你吧 没有 绝对没有 没有 没有 我 我就动了一下 两个 那 那下是他打的 差点就把我给窒息死了 好了 夏拙 我跟你说 还有比你更狠的呢 都进来吧 是啊 续长 没事啊 没事啊 对对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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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夏拙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为什么 你不知道 当时我看那个视频 那一枪扒他一下 你人就死了 我 我差点跟他拼命 你别说 我 看见欧阳俊 我亲眼看见他 从那摔下悬崖 吓死我了 这俩视频我都看了 当时我就觉得 这俩视频有问题 但又说不出来为什么 你用什么都明白了 不疼了 不疼了 我疼了 夏拙 我对灯发誓啊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 发生什么 只有友军接住我的时候 我才明白一切 警长 你那下手太狠了 王兴俊 自己看看 我那下手太狠了 我说了 点到为止 这叫点到为止啊 你不也玩命了吗 你干啥啊 夏拙 恭喜你 恭喜我 是啊 我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这个东风导弹留下来 总得找一个 靠得住的人吧 好 是不是 这个靠得住的人 我们找到了